OK 好 那我們這個部分就 因為時間關係 Security跟JSON 如果有時間我們再回去看一下 沒有時間我就留給大家 Security的部分你也不用擔心 我們考試不會考 但有基本的幾個概念會談到 後面會談到還是會再講 JSON這個東西以前也談過 但是 因為它很可能會用到 上次有跟他講 一副Yahoo Pipe的講義 在網路上面 大家在用的時候 裡面是比較進階 我們這個Lab還沒有用到那些 但是那個講義 我看下禮拜有時間再帶大家看一下 這段所以主要談的是Yahoo Pipe 後面這兩個我想也是一樣 看時間 其實在做Mesh-up的時候 有Cline端 Cline端的Mesh-up 也有後端SOA 其實有很多的 很多issue可以討論的 那這張圖其實要談一會 那我也是先留在這邊給大家參考 那做Mesh-up的工具也有很多 像Fiburner也是一種 Fiburner這個 它可以讓User來把很多的Fib 我們什麼叫Fib 就是這個網站有什麼內容 那這個我通知你把Fib 來做一個組合Mix 然後等到你要 等一下再把它給 給這個 產生一個這個 新的Fib 都可以做到 然後還有很多的這些統計啊 什麼 這個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用一下 那我們的這個課裡面 最有興趣的 實際上這也是最早的一個了 就Yahoo Pipe 有用好幾年了 它一開始的時候還蠻陽春的 然後慢慢慢慢 就這個變得蠻完整的 它是第一個Mesh-up的Editor 就是做混搭的 在線上的編輯器 然後它讓你把這個Fib 能夠做Aggregation Data內容是做聚合 Aggregation的意思是聚合 那包含了RSS跟Atom 那當然我們說Fib 還有新的種類的 Google還有它自己 弄一個GData 那不太一樣 通常用程式來做 做那個Fib的聚合 那現在呢 我們是用一個線上工具 來把這個Data把它聚合起來 那它提供了一個圖形介面 讓non-technical people 可以quickly get started 所以注意到 這個東西如果碰到問題的話 就大有問題了 因為它基本上 它這個東西 一開始的時候 當然現在的有些功能 你可能要有程式的概念 一開始基本上 你不會寫程式的人 你可以 也可以用這個工具 來建造出新的混搭的應用 所以它定位 不是定位 會寫程式的人 那它這個應用 怎麼寫成的 我在我們的那個 課程的video裡面 我有把那個YouTube的video 有擺進去 是Yahoo他們的工程師 他去Google 那個時候他去Google這個演講 就把他們怎麼樣做 做出這個線上工具的這個 這個工具 這個Pipe是怎麼寫的 這是一個Web的應用 這個Web應用是怎麼寫的 這個經驗 大概一個小時的一個演講 在這個Yahoo的工程師去Google的演講 有在這個網路上 大家也可以參考一下 結果他去Google沒有多久 講完以後 Google就推出了一個Google的Meshup Editor 這個 可是 可是Yahoo這個基本上 它定位不太一樣 那 Yahoo主要是給這個 沒有 沒有技術背景 所以它本身就是一個AJAX的應用 本身這個就是一個AJAX的應用 那 那看你對於這個input跟output 知道你可以定義什麼input 定義output 你可以定義它的流程 基本上 所謂editor 就是 等於是組裝出一個程式來 那Pipe是 它是一個免費的線上服務 然後你可以remix 重新混搭各種不同的fit type 產生這個混搭 然後使用這個visual editor 就是這個 等於是一個視覺圖形的編輯器 那 現在已經三年了 2007年開始了 那 那為什麼它叫pipes呢 它是after unix pipes unix pipes unix pipes是什麼 unix pipes 是unix 大家 大家學過這個command unix 有多少同學 有多少同學從來沒有用過unix的指令的 這樣不要 有多少同學用過unix指令的 用過unix指令 也不妥啊 這個是很悲慘的事 這個 這個 要學會下一些指令 那指令跟指令之間 就是pipes 就是pipes 是unix的一個system code 是使用的一個功能 pipes 就是我一個指令 我下一個指令 比如說我下一個指令 我的檔案 然後呢 我可以 後面再接一個指令 我下一個指令 後面再接一個指令 中間呢 那我用一個直線 來代表這個指令的output 變成下面那個指令的 這個命令 變成下面那個命令指令的這個input 基本上是做這件事情 就是我把我把剛剛這個指 本來我下一個命令以後呢 那這個 這個 結果就呈現在螢幕上面 那現在呢 就把這個 剛剛呈現在螢幕的東西 變成另外一個指令的input 再把它給 對 那這個 這個東西叫做pipe 就很像是水管一樣 水管 派的水管 我把這個 水管送到這一節以後 再到下面那一節 再接過去 再接過去 一節一節再接過去 就是叫pipe pipe的這個 pipe是蠻 蠻基本 蠻重要的一個東西 那 那雅虎pipe就是 從unixpipe的名稱 因為我們在做混搭的時候 也是把一些資料 從這邊抓過來 然後再留 從這一節 留到下面那一節去 去 所以叫雅虎 我這張投影片應該有錯 雅虎你提到雅虎的時候 後面都要加一個驚嘆號 這個 雅虎的那個 雅虎的公司名稱後面有個驚嘆號在那裡 那 那你可以到他的網站 pipes到雅虎到看 那有很多人寫 已經用這個寫的非常 那還有很重要的一點 因為他是給一般使用者做 用的所以他 用完以後他的這個 建好的這個應用 也是擺在雅虎上面 所以 所以他等一下提供你很多 他提供工具 提供你儲存 然後提供你URL 他都他還提供了 這個 所以他把 他把這個 sml structure web content 的內容呢 用這個 讓他變得更有用 呈現 那 你 你照著他的介面上面 怎麼做 我們等一下看幾個這個 幾個結錄下來的 這個你就知道了 基本上他是 browser-based ide 他是 完整的 browser-based ide 那不止5000 這個是2006 2007年的資料 2007 2008的資料 就當成一大堆了 已經很多很多人在上面做很多東西 他是一個 這個瀏覽器 browser-based 以瀏覽器為根基 ide ide三個是什麼東西的縮寫 我有時候考試的時候 不是有時候 我經常會考這些 但這個應該是器材裡面的 ide是什麼 Eclipse也是ide Microsoft Visual Studio也是ide ide是什麼 I是什麼 有人說是Internet 但是基本上 不是Internet 是Integrated 整合的 D呢 Development E呢 Environment 環境 就是你開發的時候 開發的時候 你有很多東西 就是把它 你要除錯 你要做 這個 資料的這個版本 或者你要知道的歷史 你要做整理的程式 那這些東西 在一個工具下面來做 那就是一個ID 我就說Eclipse 是ID 這個 Visual Studio也是ID 但是 你瀏覽器 在Web上面的ID 跟一般ID不同什麼 你就不用安裝了 在瀏覽器上就直接用 所以它這個 它是線上的工具 線上工具是個趨勢 就是 以後所有東西都在線上 這是一個趨勢 神調什麼 神調你去安裝 神調 安裝這是很重要的 神調你去做什麼 Configuration 大部分人會出毛病 都是不會 不會去做這個 設定 設定的時候常常會出問題 設定 設定的時候這個 這個不對那個不對 然後版本不對 那如果擺在線上的話 那是在後端 它幫你做完設定 那當然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這個 concern就是 你要提供這種線上的工具 給別人的話 那你就不能夠常常 不能夠當機 在雲端的話 你不能夠當機 你不能夠這個 你就必須要 一直問 然後有更新的時候 你要幫它更新 幫它自動更新 不要讓使用者去更新的話 那就 所以這個是 那叫做 on the fly 就是我 一有什麼要改變的時候 我立刻就改變 這個 不要讓使用者去更新 不要讓使用者去安裝 你更新 你用web的話 就沒有這種問題 看一段就 你自己就可以 但有的時候你要使用者 安裝的東西的時候 那手機上常使用者 要安裝一個東西 那安裝的時候呢 那你也不要讓它去 去做太多的動作 就這個 那主要的話就是 那主要的話就是